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們 午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 Yahoo 看板人物 我是主持人李清雅 今天的節目內容 首先要和大家談到的是 Yahoo News App 要如何在這一波數位化的浪潮當中 開闢18到29歲 這塊屬於年輕人的全新市場 對這一代年輕人而言 新聞這兩個字 他們其實是有一點反感的 背後的原因可以歸咒於 當前現今媒體的亂象 而面對這樣的困境 究竟Yahoo News App 要如何利用這個普遍存在於 當前社會的現象 來達成APP本身的下載量 今天節目非常榮幸 能夠邀請到Yahoo御用顧問 BIGLA團隊來為我們說明 2015年的年度提案 讓我們歡迎 BIGLA團隊發言人 陳子健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好 其實我們要先來講到 我們要達成這樣的任務 當然必須要包括各領域的人才 所以呢 我們團隊當中 包括了北中南不同的校園 可以說是跨越了校園的限制 以及科系的限制 那麼在這個數位化的時代當中 我們還利用了虛擬環境 也就是說我們在討論 以及寫paper的過程當中都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來達成的 所以可以說是非常數位化的一個團隊 那麼剛才主持人有講到呢 其實年輕人對於新聞的感覺是有一點反感的 所以我們認為在行銷 NewsApp在年輕族群的這塊市場當中 當然你必須先在意到的是產品的本質 我們認為一個好的商業策略必須包括 Rational Emotional and Meaningful 在理性技能上面我們已經有了新聞閱讀功能 感性體驗當中也有心情投票的功能 所以我們希望在價值創造的部分 能夠讓他們有價值評選新聞的機會 也就是說新增一個feature 能夠讓使用者每天選出大家最應該知道的十大新聞頭條 因為在這個數位化浪潮當中呢 其實媒體呢 這個新聞媒體的傳播權已經被解構到每一個人的手中 大家現在都是一個媒體的時代 我們認為可以結合這樣的一個數位時代的背景 所以在2015年的年度計劃 當然就是我們的主軸 雅虎新聞你做主 讓使用者每天票選應該知道的頭條之外呢 我們在行銷的部分包括了影片以及遊戲這兩種方式 希望能夠為NewsApp帶來更多的效益 所以你們意思是要在現有的NewsApp上面增加一個新的功能 讓使用者可以來做新聞價值的評選 那比較想要知道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是不是你們對這群年輕人有什麼樣的觀察 其實在座各位大部分都是18到29歲這群年輕人 那大家都知道呢 其實我們都是很容易被新山色這類的資訊給吸引的 當你看到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很有可能是透過臉書 因為我們每天使用臉書這個平台 可以說是佔了生活當中非常大一部分的時間 而至於呢在看到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又會覺得說為什麼媒體每天都給我們這些亂七八糟的訊息呢 是不是更加關注一些大家應該看到的公共議題 然後也會希望可以分享自己關注的重點新聞 給周遭的朋友知道 這就是我們對於這一群年輕人的觀察 那這樣子我就有點擔心咧 我們的使用者素質真的有這麼好嗎 會不會選出來的新聞又是像阿基斯拉基這種亂七八糟的新聞呢 其實他沒有垃圾他只有嘴對嘴一票這樣 好anyway其實我們自己也做了一些論證 因為這是我們很擔心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第一個透過的是雅虎新聞的心情排行榜 就無聊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則新聞你覺得這是非常無聊 或者是沒有辦法對你產生共鳴的 那麼當然你就會覺得這是非常無聊的 結果我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從這個11月1號當中的排行榜可以發現 或者是過去幾次的排行榜都可以知道 大家會覺得無聊的新聞就是這一些媒體認為 可以得到點閱率或者是收視率的新聞 顯然大家對於這類的新聞是非常厭煩 也覺得非常的無聊 像是誰的底褲穿黑色到底干我們什麼事呢 那麼我們團隊的工程師其實也去分析了 蘋果日報以及雅虎新聞這兩個新聞粉絲專頁 在10月份當中最多人分享的前十則新聞 結果有趣的現象出現了 香港戰中這個國際重大新聞議題居然是榮登榜首 之中還包括其他重大的社會議題 或者是對社會具備正面意義的訊息 顯然主持人大家都是可以判斷什麼才是應該知道的新聞的 相信在座的各位觀眾聽完你的分析一定心裡非常的有感受 這就是我們當前在閱讀新聞的時候會產生的想法 但是我還是要來問Biglar團隊你們認為你們這樣的策略 要怎麼跟市場上的競爭對手做出區隔 其實我們透過iOS以及Android當中的排行榜知道呢 蘋果日報是我們雅虎Nusev現在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而當大家聽到蘋果日報這四個字的時候 你腦中想像的可能就是一個新山色的東西 因為他們其實是很習於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吸引大家的眼球 而在功能的部分其實雅虎Nusev相對於蘋果日報的Nusev 我們在多元意見客製化程度以及互動性上面 都是略勝一籌的 因此我們找到我們自己的當前優勢 包括國內外媒體上百家的授權公稿 能夠讓我們的新聞的內容是更加的包羅萬象 硬體的部分的話呢 則有現在的投票功能以及民調的統計技術 這個部分可以再來多加利用 而我們也讓使用者對於一則新聞有感性的訴求 也就是心情投票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這感性可以再提升到理性 讓他們知道哪些才是大家應該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結合了使用者的需求 加上雅虎Nusev現在的立基點之後呢 排除掉其他競爭者已經在使用的這一種戰術 來找到我們自己的藍海策略 所以同著你們2015年的年度計劃是提出 雅虎新聞你做主這樣的核心主軸還有兩大行銷方案 那可不可以再多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們談一談 你們的行銷方案打算怎麼做 其實我們有觀察到年輕人呢 其實他不太喜歡閱讀文字的訊息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影片來跟大家溝通 假設你今天在滑臉書的時候你看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相信你也很難避免點進去 那當然你點進去的時候呢 就會進到一個一個虛構的假新聞的一個頁面當中 而影片一開始呢大約是10秒左右的虛構的星山色的故事 當你看得臉紅心跳的時候 我們就會告訴你這就是你認為沒有意義的新聞 那為什麼你要點進來呢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打醒他們 那麼在最後呢就會告訴他說 我們這個概念以及理念置入在我們的news app當中 希望你可以一起加入我們 透過這樣的方式增加他們下載的慾望 另外一部分是舉辦一個遊戲 也就是新聞頭條的票選大賽 假設你今天要來加入的話 你必須先download我們的news app之後 登入Yahoo的帳號 並且在觀看新聞的過程當中 來選出你覺得應該知道的新聞 而在活動期間 如果你把這個活動分享到臉書上 你就可以得到額外的積分 以表示鼓勵 而每天晚上6點 我們就會把這個頭條 推播到每個使用者的手中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引起大家的關注 而如果你今天選到的是Top1 news 你可以得到10分 Top2則可以得到9分 以此類推 而如果你當天分享到臉書上 你的積分可以乘以1.25 最後我們把每天的積分加起來之後呢 前三名就可以得到相對應的獎勵 但是如果你跟別人的積分是相同的話 你就必須與它一同來評分獎金 這部分就是我們在整個概念當中行銷的部分 所以聽起來假新聞的行銷方式 比較像是一個廣泛的傳播 而遊戲的方式是在深度地培養使用者的習慣 而且我還注意到你們使用了社群媒體 來增加你們行銷方法的曝光量 那畢哥打算透過什麼樣的管道 來把這些點子行銷到每一個年輕人的手中 其實我們都知道最近如果你有看新聞的話 Yahoo很常上新聞 因為最近Yahoo非常積極轉 形成一個行動為主的內容平台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在PC上面的網頁 置入這樣的訊息或者是頭條 讓大家看到之後會有一個想法說 這到底要怎麼來參加 來快速地把PC上面的使用者導入到Mobile當中 Facebook當中的話我們有300多萬的粉絲 所以就是絕對不可以放棄的管道之一 至於在YouTube的部分我們可以放上 所謂假新聞廣告這樣的一個影音內容 來吸引大家點閱並且喚醒共鳴 而NewsApp也可以置入相關的訊息 希望與之前的使用者溝通 並且透過他們的分享來有更好的效果 而Line的部分的話 則可以在每天晚上6點的時候 把大家選出來的10則頭條這樣的訊息 推播到每個人的手機當中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引起大家的好奇 並且促成他們下載的動機 你剛提到了下載量 那透過這些管道和使用者來做溝通之後 使用者到底為什麼要來下載這個App呢 其實我們目前針對主流媒體的觀察 我們知道呢 把新聞頭條編輯的這個工作跟權力 拿給使用者來做還沒有一家 所以呢我們認為可以達到使用者的樂趣以及好奇 當然我們從頭到尾一直不斷在重申的就是 年輕人對於新聞的感受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喚醒他們想要改變或改善 新聞環境這樣的理想以及使命感 最後呢在剛剛所講到的這個活動當中 也有相對應的獎勵 所以呢這個部分可以增加他在使用這件事情的時候的樂趣 以及他這個概念當中的能見度 哇聽起來是非常完整的一個提案 不曉得你對這個提案有沒有信心會成功 當然有 而我們呢其實在過去這短短的時間當中 當然大家都知道App裡面要置入一個功能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自己呢是架設了一個虛擬的網站 那麼它叫做News Plus新聞家 就是說假設你今天進入我們的網站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一個banner 上面會告訴你我們的功能意義以及目的 而往下滑你會看到一個廣告資訊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認同我們這樣的概念 歡迎你來下載NewsApp以表達支持 右上角有一個功能選單 當你點下去之後呢 就會出現一個登入的選項 我們會希望使用者透過臉書來進入這個個人頁面之後 在這個部分我們會提供他說 一個資訊就是說你今天還有幾次的票選次數 以及你在參與活動的期間有多少的積分 而你在觀看新聞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認為這則新聞或者是哪些新聞是 應該放到頭條或者是被更多人知道的 你就可以按到值得推這樣的一個按鈕 那麼在晚上六點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大家選出來的頭條放上去 當然在個人頁面你也可以看到 你過去幾天推過了哪些新聞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以來驗證我們自己這樣的概念 是否可以落實 而我們自己的成果部分的話呢 其實在活動還沒有開始之前 就已經有100多人來加入 也就是說這個概念它自己本身 就已經可以吸引到一定的人了 活動結束之後 則有167人 也就是說當中的成長幅度是50%之多 投票總數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是在24號的時候 進行第一波宣傳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與前一天的成長總數是超過了100% 活動開始的第一天 則是整個票數的最高峰 顯然這個東西是可以明顯的達到 這個能見度的效果 至於在傳播的影片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在沒有購買任何廣告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自然觸及率也有將近1萬左右 之中觀看人數也有差不多7000左右 所以顯然這個東西是可以明顯達到 大範圍傳播的告知功能 至於在過去這8天當中呢 其實我們在短短的時間裡面 這個網路的平台就已經創下了 2萬多的流染人次 之中註冊戶也有177戶 而投票比率也有高達將近8成左右 回房率的部分的話呢 是我們比較重要的一個資訊 因為呢 這是代表我們這個東西 這個理念帶給大家的黏著度 結果呢有15%之多 也就是說2萬多當中有大約3000多次 是重複造訪我們網站的使用者 至於使用裝置的部分的話 在mobile以及PC上面是各佔了一半 顯示這樣的概念放在Yahoo的news app當中 一樣可以獲得很多的效益 而年齡部分的話呢 我們發現18到34歲大約是佔了92% 與Yahoo這一次所要的客群 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而這些人對於我們提供他們這個新聞平台的 品質滿意度是65% 至於大家自己選出來的Top10新聞滿意度 則是高達了87% 顯示大家對於議題優化程度 這樣的感受是相當相當明顯的 因此有超過八成的人 認為如果Yahoo news app 制入這樣的理念的話 他們願意下載 哇聽起來 比格拉在實作的過程中 找出了一張非常漂亮的成績單 不敢當 但是我還是要代表觀眾 來問比格拉一個問題啊 究竟你們這樣的行銷提案 可以為Yahoo news app 帶來多少的下載量 下載量 這才有點單刀直入 不過呢 其實不用擔心 我們在實作過程當中 剛剛講到 我們是透過喚醒他們的認同 來加入我們的概念當中 結果沒有想到呢 實作過程當中也有將近300的下載戶 雖然說這個下載的東西 我們在做的東西 關聯性並不是這麼高 但是顯然認同的人 還是非常的多 而我們換算一單位的下載成本 是18塊錢 所以預估明年度的下載量 是用總預算300萬 除以18之後呢 再乘以0.5的一些成本 算出來之後呢 大約是可以達到800萬 這樣子可觀的 年輕族群下載量 所以全新的news app 將可以帶來可觀的下載量之外呢 也可以讓年輕人 對於news app 有更高的黏著度 另外也可以增加這個產品 未來被討論的可能 當然最重要的是 在他們接收我們的行銷方式 並且下載之後 有真正使用news app的欲望 而不是下載之後 就刪掉了 非常感謝Vic Life為我們帶來 這麼精彩的提案 他們透過一個核心主軸 雅虎新聞你做主 並搭配兩大行商方案 兼具廣度以及深度 來向我們證明 年輕人關心的不只是風華雪月的事情 並且利用這樣的機會 來增加APP本身的下載量 雅虎新聞你做主 歡迎你的加入 謝謝 好 我們謝謝第二組的同學 接下來我要請五位同學 在這個講台前面出列 拿起麥克風 接受評審提問了 這個階段同樣是20分鐘 雅虎的Joanne不會參與提問的部分 我會請其他六位的評審來提問 基於大家對於這個電子媒體 已經有一定的熟悉度 所以我們大家接下來 就直接進行我們問答的部分 好 我想先請教評審 有沒有想先行提問的 好的 顧總監 我這邊大概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有關訴求的 因為你們的訴求叫做新聞你做主 感覺上你們現在是想要改變 這個媒體的生態環境 以這個當作切入點 不過因為我看了一下 整個你們的報告裡面 雅虎的這個APP 它應該重點還是在APP的推廣 對不對 怎麼樣讓更多的人願意去下載它 當然你們的訴求是希望 透過這樣子的訴求 讓更多人認同 所以下載量會增加 但是我的感覺是說 雅虎它應該是一個平台 APP是一個平台 那至於媒體 包含甚至是蘋果 這種媒體 它應該都是你們 content的來源 所以好像方向上有一點怪怪的 也就是說今天 所有這些媒體 它提供了很多的 content 可能透過你們的APP 透過雅虎的APP 可以做有效的篩選跟排名 這是對的 但是好像如果你只是說 因為這樣子而去跟 蘋果日報去做比較的話 好像這兩個不同的東西在做比較 好像我們講說 芭拉跟蘋果在做比較的感覺 這好像很奇怪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我是覺得說 你們打臉的部分 打臉的部分 其實當然要看你們的訴求 是想要對什麼樣的TA 基本上如果你打臉會打掉的 大概就是那些 喜歡看三星色的這種對象 對於那些不看的人 他這個打臉是打不到 而且沒有太大的意義 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第三個部分我看到的是說 你們整個的活動 總瀏覽量大概是21990 但是下載的部分 APP11下載還是291 那我們就不要以太科的條件來看 我們以13年的時候 13年的時候 如果一個APP Store上面 排名前25名的一個APP 它的下載量 每日下載量必須是要到達38500次 它才可以排到前25 我相信如果站在企業的角度來看 以Yahoo的APP來看 它當然希望下載量要排到前面去 很多人都要下載使用 如果以這樣反推的話 也就是說每一天 你們希望能夠帶來的總瀏覽量 必須要到達290萬人左右 也就是說你們這8天 必須要有2300多萬人 這個一樣 就是對企業來講 這個是好像很怪的數字 就是說這麼大的量 才可以造成一點點的下載量 這個我想 就全台灣的人通通看 通通下載好了 通通上去看過好了 恐怕也沒有多少人下載 這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如果站在企業的角度 我不知道你們的看法怎麼樣 感謝評審您的提問 我是BIGLA隊長楊成宇 關於您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認為說 因為在Yahoo的news app裡面 其實是不收錄蘋果日報的新聞的 同時是使用者 我們認為說使用者在使用手機觀看新聞的時候 其實即便雅虎沒有自己的編輯團隊 但是使用者在看新聞的時候 也只會選擇 就是可能一個至兩個的一個news app 所以我們將蘋果日報的news app 認定為是我們的競爭者 因為我們認為說當今天使用者 可能他下載了蘋果的news app之後 他可能就比較沒有必要性 來下載Yahoo的news app這樣 所以這是您的第一個問題 沒關係 其實我的問題主要就是在問 如果今天他會去下載蘋果的APP 基本上應該就不是我們的TA 因為我們是Yahoo 我們的訴求對象應該就不一樣了吧 評審您好 我是李清亞 可以來做一個補充 其實我們在手機這塊市場 我們還有很多TA還可以被開發 就是現在使用news app的客群 並沒有到非常多 而且我們主要的訴求其實也不是要整個 吃掉蘋果app這個的市場 還是會有很多使用者喜歡觀看新三色的內容 我們並不否認 但是通常你在觀看的時候 你還是會有一些小小使命感覺得 這些垃圾訊息可能不是我真的認為它有價值的 我真的會去觀看的新聞 跟我認為有價值會去分享的新聞 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我認為使用者是可以做出這之中的區分 那針對剛剛第三題說 對我們的下載量的數字 可能不是那麼可觀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在實作的過程中 我們是自己架設一個網站 那我們模擬的這個概念 其實跟現在yahoonews app的功能 並沒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那我們在網站上告出使用者的方式是說 假設你希望這樣子的一個提案 未來yahoonews app可以採用 那請你支持我們幫我們下載 所以說並不是這個並沒有非常直接的 就是請他做一個下載的動作 是一個如果他們願意表達支持 所以就幫我們下載一個app 謝謝 那另外在剛剛講到的這個 就是瀏覽人次與下載次數的這個之間的落差 其實我們在實作過程當中 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就是包括像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平台 知名度不足或者是曝光不足這樣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這個使用者 他接受到我們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可能是比較陌生的 他會比較不願意跟我們互動 另外介面不友善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在第一天的時候 因為有bug的關係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登入 或者是他在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沒有反應 那個時候我們估計已經有流失一部分的人了 另外新聞其實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實作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是自己手動每天早上六點起床 來把新聞內容灌到網站上面 並且在後續在我們下課的時間 自己把這個新聞更新上去 所以大家可能上個小時來看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下個小時來看的時候就是一樣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這個東西有點無趣 是不是已經在停滯的狀態 而使用者成就感不足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東西他也知道 因為目前它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然後可能也沒有很多的人 可以看到他選出來的頭條 所以他在選的時候 他會覺得成就感比較不足 這四個部分的話 是我們覺得說 可能是這一些瀏覽人進來的時候 沒有去進一步的加入我們這個活動的原因 那其實這四個地方 只要放到NewsLab上面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 好 接下來有的時間 補充嗎 不好意思 評審關於您的第二題 就是如果說這樣的一個打臉式的影片 如果說針對可能不喜歡看新三社的TA的話 就是使用者的話 可能我們認為的話 就是我們也推出了另外一個 遊戲的競賽的方式 就是針對說如果說部分的使用者 可能他們對於這樣的新三社影片 是沒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這樣的另外一個行銷方式 就是想要吸引其他的 就是對於新三社影片沒有興趣的使用者 謝謝 好 剩下13分鐘哪一位評審 繼續提問 好 可以C嗎 麻煩 我想請教你們這個題目 真正關鍵的議題是要把新聞的品質呢 變成一個 從一個目前這個比較新三的這種 變成一個健康新聞 還是要增加流量 那萬一這兩個目標產生衝突的時候 Yahoo的那個公司跟你們的方向 跟你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那我個人是覺得台灣的新聞 確實是走到一個 就是一個不太健康的一種狀態 那我個人就是非常期待那個新聞 不管網路或是電視新聞 能夠被重新再改善 那真正的目標是什麼 這兩個目標 那這兩個目標會不會有衝突 會不會觀眾真正想要吃那種八卦的 那我剛才特別下載的那個Yahoo的新聞 熱門的 第一條新聞是黃航黎一城 男友那個曝光 還是這一類的這樣子 那請教一下 謝謝你的提問 那我是BIGDA的陳柏玉 那針對你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並不打算取代Yahoo News App 現在原有的這些焦點熱門新聞 就是愛看的使用者他其實還是可以看的 那我們是希望他可以增加一個欄位 就是所謂的Top10這個欄位 讓他可以透過這個欄位呢 可以看出其他使用者投票投出來的價值新聞 所以說他可以既可以選擇價值新聞 也可以選擇他想要就是所謂新三色的新聞 所以其實這兩者之間我們認為是不衝突的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繼續開放評審提問 JT 好 那個I promise 我現在會Elegant一點 我現在會Elegant一點 Jemmy提醒我了 那個 議題是18到29歲的使用者下載並使用我們的APP 對吧 這是你們的目的 對吧 那因為你們剛才呢 並沒有太多琢磨在 我們叫TA啦 TA他到底他的需求是什麼 我現在只有看到幾點 就是包括容易被新三色的標題吸引 對 就是在這些 好 我問一個問題 這18到29歲的 你們對他的value proposition 是什麼東西 是分享呢 還是 就是你們這邊票選最有價值的十大新聞 你們主要的訴求是什麼 喂 評審你好 我是Big La的柏妖 那在關於你說 就是我們比較沒有針對這個TA去做解釋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的使用者分析 我們就有分析說 這個18到30歲的青年 他是雖然是喜歡看青山色的東西 但是他對這個新聞品質的優化 也是有一定的期待 而30歲的年在最近的活動之中 也證明了 他們對社會上有一種使命感 比如說最近的太陽花學運 或是說香港戰衆 都是由這個青年主導 而在最近的九合一選舉 甚至這個手頭組的投票率也創下了新高 所以我們認為說 我們這個平台如果加上我們這個新聞價值 由18到30歲的青年去 親自去票選新聞 然後進而增加他這個 對新聞平台改善的使命感 可以有效的吸引到這些TA 所以還是票選頭條新聞 這是你們的主要訴求是吧 但是這個頭條是在Yahoo上面的頭條對不對 對 對吧 那為什麼他們在Yahoo上面的頭條是什麼呢 為什麼他們在意 因為 喂 是 聽者你好 我是欽亞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現在一般使用者 在看新聞的時候 大部分還有蠻大部分的使用者 會透過Yahoo的新聞平台來觀看新聞 就是假設是入口網站 就是Yahoo的內部數據有顯示 其實Yahoo還是當前在PC上 或是使用觀看新聞的數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就是他如果決定了十大的新聞頭條 那他在Yahoo上面有排行出來的話 那他的成就感是可以被達成 他可以自己選的新聞 可以被台灣人民被看見 可以被很多人就是給認同 這邊我挑戰一下 就是說你講的是PC是不是 用PC來看新聞的時候 大部分去Yahoo奇摩新聞去看是吧 這個是你們的一個重要假設對吧 然後所以如果今天我投票 最後會上頭條 他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那你知道像 我不知道你現在的readership 就是說一天大概18到29歲 去看Yahoo奇摩新聞的比例多少 大概多少流量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其實有對那個就是蘋果 以及Yahoo的那個粉絲專頁做 就是那個粉絲分析 我們有發現他們在年輕族群的部分 其實是佔大概七成 七成 對 我意思說我這一票投下去 到底會不會變頭條 反正有那麼多人在那邊影響 我只是少少的一票 如果說今天是選總統的話 那可能我會care 為什麼我會care選頭條的這個東西啊 評審您好 就是我們認為說 因為我們也 我們其實在那個我們的頭條的那個競選大賽的時候 其實就是希望說可以培養使用者的習慣 在我們自己的實作案例中 其實我們也是剛開始推出這個比賽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部分使用者加入之後 那即便今天這個比賽結束 其實還有很多使用者跟我們反映說 欸怎麼平台怎麼停了 他每天都已經習慣要上來投票 所以我們希望說 今天可能使用者剛開始對這個平台的功能是很陌生 但是藉由這樣的一個競賽 可以來培養他自己的一個習慣 養成他每天上來選新聞的一個習慣 好 接下來 Jimmy 好 問一個比較基本的問題 就是Yahoo的新聞或Yahoo的首頁 每個月能夠觸碰到的台灣的消費者人數 可能有到1500萬 1600萬 然後你們剛才提到他自己的粉絲團 有330萬的粉絲 那為什麼Yahoo新聞的這個下載量 現在是只有大概是10萬個左右 就是說Android上面顯示出來的是 可能不到100萬 那這個是遠遠落後於他們自己本身 能夠碰觸到的人數 那這個蘋果日報它本身的網站 跟它的這個粉絲團的人數 遠遠落後給Yahoo的粉絲團人數 跟網站人數 可是它的下載量卻是Yahoo的 可能將近10倍左右的下載量 那你們覺得這個真的是 票選這個功能的差異嗎 還是它有一些本質上 兩邊到底本質上的差異在哪裡 提醒同學剩五分鐘 我們還有兩個問題 評審你好 好 那其實我們在這一次觀察當中 因為Yahoo News Lab 它是今年的Q1Q2那裡才加入的 所以它自己本身其實跟蘋果日報的這個起跑點 就已經有一段時間上的距離了 那其實我要在這裡特別澄清一點是 我們並不是要用好新聞去吸引大家進來 而是用選頭條出現好新聞這樣的行為吸引大家 就是激發他們的使命感或者是他們的共鳴 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進來我們的這個Mobile當中 我的問題是說它已經 這個APP已經上市快要一年了 那以Yahoo的習慣它這麼大的流量 這麼大的粉絲他一定會去給它灌 為什麼灌不出下載量 那你們認為只有光投票就可以把這件事情改善嗎 我的問題是這樣 可能就是因為他們現在還是沒有辦法跟使用者 就是跟其他競爭對手做出一個 很明顯的區隔 所以大家在下載NewsApp的時候 他可能選擇了蘋果選擇了聯合報等等 但他可能就沒有想到Yahoo 而且他是比較晚出來 但是如果就是你後來是持續的針對這個年輕族群這一塊的話 我們剛剛在使用者分析當中也有特別強調到 他們其實是很希望 因為他們是在批評新聞媒體為什麼一直在報這些東西 那其實這個他們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更加關心一些公共議題 就可能是媒體他們的一些責任等等的 所以就是我們是希望說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行為 這樣的行為 行為 讓他們去達成這個下載量 好 接下來的時間給Edgar 好 你們的提案我覺得很精彩 然後你們的口條非常清晰 那我這邊簡短有三個 因為剛好我們也是做Mobile的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MobileApp會遇到的挑戰跟困難 第一個就是我們究竟是在解決現有一個需求 還是其實我們在創造出一個新的需求 因為大家在手機的屏幕上的空間是有限的 我不可能同時安裝兩個新聞App 因為我的時間可能就是這麼多 那究竟我們是在解決一個需求 還是我們創造一個小心心的需求 讓這些年輕人來看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剛剛其實有提到 包括實作也好 包括Yahoo的強項也好 都是在PC 這個是我們所認可的 在PC轉Mobile確實是很大的挑戰 那怎麼樣從你們實作是一半PC一半Mobile 可以驗證到可以去幫助Yahoo在Mobile上面取得新聞的一個MyShare 第三個是這個議題的目標是希望促進下載 可是看新聞這件事情其實是個人的 那第一個用Facebook login我可能會有關心 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居然在看什麼新聞 因為說不定我就是看新三社的那個族群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怎麼樣去達到外部性 因為我去投這個投票 當然我的成就動機會很高 因為我覺得我參與了投票的票選 但這件事情並不會帶來衍生的外部性 那關於這一點我們的議題 似乎也沒有特別琢磨在這 就是解決方案似乎也沒有特別琢磨在這一塊 那想要多聽一下你們的說明 好剩下三分鐘 我先請Titan再繼續提問 好剩下時間給同學一起來作答 Titan 其實大家問的問題都很接近 因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TA 但我現在聽到現在 我剛才看一下我手機 還好我沒裝那個蘋果的新三社 我平常都在手機上看新聞 我是看那個UDN 年度很強 但我從剛才這樣討論到現在 聽到現在 你們如果大概有個三 就一分鐘以內的機會 我還沒有像董事長動作這麼快下載 那個Yahoo 但能不能給我幾個關鍵點 是我離開這個會議 我會想要下載這個APP的 他到底那個Value Publishing是什麼 我聽到現在還沒有很清晰 所以可能你們有機會再補充一下 如果時間可以 好三分鐘給同學一起作答 謝謝你的提問 就是首先我們這個提案其實是針對Yahoo 未來可能會增加新的功能 就可能不是他現有的 現有的Yahoo!利基就是他有非常多元的媒體內容授權 然後他有心情投票 就是一個比較感性可以抒發的一個功能 另外他有一個民調技術 就是Nusep上面有 就是你可以選擇當前的選舉 或是預測未來的一些民調 所以這兩項功能都是Yahoo! Nusep現在有的利基 那我們是希望在除此之外 我們再向上延伸 就是你有感性的抒發之後 你再到了一個理性的層次去 去為這個APP 或是使用這個APP來 就是做出更多 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們想說要新增一個這樣的功能 來做就是價值投票的評選 回應剛剛那個董事長的問題 就是走進來的問題是 使用FB登入這個問題 這個是因為我們實作的 就是製作過程中有一點自主堂問題 所以我們先使用FB來登入 但未來當然是不會 就是使用社群媒體的方式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很多人就是注重隱私權 所以可能不會想把自己的個人資訊 就是登入到就是APP上 然後讓大家都知道 所以未來可能是建立就是使用 Yahoo自己本身的會員帳戶來登入這樣 不會使用社群平台的這個管道 還有一分鐘同學可以補充 那評審你好 我是BIGLA的柏妖 就是在剛剛提到說 我們要如何將PC的使用者轉換到Mobile上面 那我們在這邊就是我再重申一次 就是我們提供了三個行銷 主要的行銷方案 然後而這三個主要的行銷方案 我們都是選用透過這個虛擬網路進行行銷 讓使用者在使用手機的時候可以很快 就可以導入到APP的下載頁面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假新聞打臉式行銷 它是透過一個跟使用者一起共鳴 然後來讓使用者進而去下載這個APP 第二個是新聞頭條票選大賽 雖然我們是用獎金的優吟去吸引使用者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深度 讓使用者長期去使用這個平台 然後進而認識這個平台的行銷方式 對 那謝謝評審 好 我們時間到 謝謝五位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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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